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EU日本,我是小宁 那今天我们来到日本非常盛名的温泉圣地,香根 香根是从东京开高速大概是1小时30分钟左右 也是离东京也是特别近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泉圣地 那这里有这个大涌谷,还有很多很多有名的美术馆 是这个国外游客,特别有人气的地方 那今天看的这套房子距离香根车站大概是3.2公里 然后开车的话要9分钟 这套房子总的面积的话是87.94平方米 土地面积是393平方米 全部都是土地所有权 然后结构的话是两室一厅一位 它的价格的话是1780万日元 现在的汇率大概是113万人民币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我的左右两边分别是两个停车厂 整个别墅是被绿色所包围着的 这个就算是小别墅的小后院了 所以说买这种一户建或者是别墅 就需要房东自己打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现在正是秋意浓浓的时候 满地就是落叶 需要你整理一下 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的话 你就这么招 然后这边这个土地全部都是物件的所有的土地 393平方米 从这地方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浴室 这个房子它是带温泉的 一会我们到里面再讲一下 我们先在外面看一下 这个是小别墅的天然气罐子 还有这是水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 它这么一半端 它是用的混凝土垫的地基 然后靠近这个客厅底下 它是把它给整个悬孔架起来的 旁边就是邻居的这个土地 所以说我们的土地的话就是面前这一块 那我们现在进里面看一下吧 可以看这个悬关的这个门的这个宽度还是蛮大的 整个全部都是用木头制造的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小别墅的玄关 这个宽度还是可以的 整个这个感觉呢 都是这种木质的感觉 然后呢 我的这个面前呢 这边就是鞋柜 一排排鞋柜 那从玄关上来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里面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客餐厅 大家看一下这个客餐厅呢 首先它是这个有这个阶梯的 有这个下沉式的感觉 让这个整个的结构更立体 我把这个每个窗都打开一下 全部打开之后这个采光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个每个窗都打开之后呢 应该是通风的 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呢 我感觉也是不需要空调的 对 忘了讲它的这个年龄呢 它是1984年建造的 木造的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保养的还是相当好的 全部都是这种木头造的结构 景色还是挺赞的 哇 这空气特别的清晰 特别新鲜 那这个面前呢这是一个枫叶树 现在呢还没变猴 正好现在是下课嘛 对吧 旁边应该是有学校的 这完全就是被大自然给包围的这个房子 这个和东京的房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从这个东京开过来只要一个半小时 平时的话周末周日来这里就是说和家人一起过来 然后度度假 可以在这里坐下来 然后静静的这个喝喝茶 看看风景 欣赏一下这个外面的景色 非常的非常的惬意 这个房子的地势还是蛮高的 你看这个底下的邻居 对吧 都在我们脚底下 所以说采光的话 这块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落叶 满地就是落叶 特别有这个秋天的感觉 等到这个11月底12月的时候 这个面前的这个枫叶树全会变红的时候 这个景象应该是另外一番滋味 那这里平时你拿一个手机 完全就可以在这自拍了 也是这就不用去别的地方去这个取景了 要不然我们在这拍个照吧 来 OK 看一下帅不帅 看完了外面我们再看一下里面吧 这个房子的这个层高四五米高的左右 这边有个非常帅气的这个 这是个路头吧 一个标本在这里 是不是有一点那种感觉 应该烤个火 然后这边有一个排气扇 现在是打开的状态 因为这个房子的上下周围都是有树的 所以说这个树它会给你遮阳的 然后它这个地势本身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你把这个左右两边的四周的窗户都打开 通风应该是不错的 这边也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可以看一下这个台灶都是用这种木划纹的这种 这个板面构造的 这是一个洗水槽 然后这边需要就是放一个燃气灶 可以放一个双盖子的一个燃气灶 下面都是一些收纳 这是一个咖啡机 可以把咖啡放在这儿 然后加热 还是挺有感觉的 然后这边是这个抽油烟机 还是这种比较简单实用的结构 然后这个厨房的后面呢 这边是放冰箱和这个微薄炉的地方 然后这边都是一排排这个收纳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客餐厅的这个周围呢 它是故意把它给垫高的 这个垫高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就是在这儿坐了 放一个坐垫 就是比较日式的这种 平时在坐着 然后在这儿聊聊天 然后再回头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早上喝一杯咖啡 然后这个听着小鸟的叫声 欣赏着外面的美景 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的 你看一下这个卧室嘛 这上面其实它是有一层玻璃的 这个视线的通透是感觉是更加提升了不少 然后呢它也可以有这个保暖的这个功能 就不用担心里面好不容易暖和的这个室温呢 就会从这儿散去 还是有个玻璃还是蛮好的 然后可以看这个吊灯呢 整个这个吊灯也是这种 空间感还是特别的好 从木地板 然后到这个整个的天花板 都是一个颜色 那这个和客餐厅相邻呢 是一个寝室 它这个寝室大概是六铁左右 六铁呢就是9.6平方米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寝室你也可以睡觉用 然后也可以作为这个茶室 和朋友聊聊天时候用 这个窗户也是这种 这种日本纸这种的感觉 也是非常日式 当然不可能就是说没有玻璃窗了 要不然的话这个隔音和这个保暖效果是不好的 这是有两层的结构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它收纳 更是可以放放这个被褥之类的 然后上面也是收纳空间 那看完这个房间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房间吧 另外一个房间呢 是在这个玄关的右侧 这个房间它是用这种 不是榻榻米式地毯的 可以放一张这个床 当洋室来用 这边呢 一面也是这个收纳空间 收纳柜 然后这边是 也是一个脚步屋 两边都是靠窗的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停车场 眼前全部都是绿色 这个房间的面积和刚才那个合适的也是一样的 也是9.6平方米 我们看完这个房间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浴室 还有洗手间 这个房子呢 这个洗手间是有两个的 两个独立的洗手间 然后这个坐边圈也是有这个加热功能的 然后它隔壁紧挨着就是另外一个洗手间 所以说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写上一个男女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最精彩的部分 那就是这个房子自带的这个温泉 一家三口完全可以够的一个空间 平时呢就可以打开这个来自乡根地下的这个天然温泉 然后静静地看到外面的景色 然后在这泡澡 当然你想使用这个温泉的话 你每年就需要交这个温泉的使用费 在日本的话 如果你买了这个带温泉的这个房子呢 你一开始需要交一个 大概是50万到300万之间的一个温泉使用的一个权利金 像这个房子的话 它这个权利金是250万日元 然后这个是一次性的 然后每年的话需要交这个温泉的使用料 大概是13万日元左右 大概是七八千人民币吧 新增的汇率 可能是八千左右吧 如果你想用的话 你必须要交 但是你要像不想开通的话 只想用这个热水来泡澡的话 那这个费用你可以省掉 然后呢 这个这边呢 就是这个盥洗室了 这边呢 就是盥洗室的这个梳妆台 看一下这个洗面台 这个洗面台这边是有一个加热功能的 现在我拿手放一下有点发热的感觉 就是说你洗澡之后这边一打开门吧 那肯定是这个镜子都是已经糊了嘛 水蒸气 但是这个加热的部分呢 它肯定还是非常的干净的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热水的这个温度调节功能 当然如果你想用这个温泉的话 这边是这个温泉的开关 温泉这是水的开关 温泉的开关这是这个热水的开关 那现在呢这个疫情当下 如果你是这个自由职业的话 这套别墅特别适合你 有一台电脑对吧 有一个网 你就可以在这自由办公 那一方面呢 就是你可以避免这个受传染 第二方面你在这个大自然环境下 是你的这个工作效率也会提高不少 那这个房子呢 它是有物业的 这个物业费的话是每年的话 是大概5000人民币左右 折合日元的话是7万9200日元 然后这个房子的价格的话 就是113万人民币 现在汇率还是比较这个实惠的 退休了退休金 拿这个退休金 我觉得这个多数人都能买得起的这套房子 也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房子你想住在这的话 考验国际加招有辆车是比较好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觉这套房子怎么样呢 是不是跟这个东京差别还是很大的 很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日本的这种别墅啊 还有这种郊区的这个房子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也会拍更多的这个视频回馈给大家 我是小宁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